首先呢我想讲解一下我们的防守阵型 在新的赛季呢我们可能会采取三后卫或者四后卫 在这里呢我们以四后卫举例 第一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 所有人跟着中后卫的前进和后退来前进和后退 然后中后卫会有一个拖后的人 然后他会来负责协调整个防线 他会来提醒两个边上要同时前进或者同时后退 这是造越位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里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 我们的防守两个边路防守队员 两个边路防守队员在防守的时候 如果面对对方这个强力的一个冲击 或者打扫的情况 他应该保护的是他的内侧 他可以把他的这个让边路球员下底 或者在这一套这个边线做文章 而他把这有限的精力 集中在这个内侧的防守 不要让这个队员内切进来 因为内切进来直接会面对我们的中后卫 一旦传身后球 横横到其他的他们进攻队员 会造成这个单刀的局面 边后卫的原则是把他们放边路 而守中路 然后在这是防守的情况 在我方持球的情况 我们有个基本原则 就是整个后防线的球员是不允许任何的过人的 理论来说 有些这个边路这个球员 个人能力很好 球这个球感很好 然后人球结合也很好 速度也很快 然后他们自己信心是觉得可以过一些人 然后再寻求更大的出球空间 但实际上这儿过人有一个极大的问题 是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过一个人 你对对方的这个防线造不成任何伤害 造不成任何杀伤 而这次过人一旦失败以后 对方一旦断球 直接面对我方的防守腹地 在这个边后卫的位置过人 是对整个的球队一个集体不负责任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这个战术就是 不要求边后卫 边后卫严禁在本方半场进行过人 甚至在对方半场 边后卫严禁过人 那边后卫严禁过人 他就有一个问题 他的球应该怎么来出呢 根据上一章所说 我们在门将开一球的时候 如果一脚开到中场 我们拿到第一眼的成功力非常低 所以我希望在新的赛季 我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边后卫来出球 所以当门将发门球的时候 边后卫尽量扯边 尽量扯到两个边上 来接本将的门球 而边后卫一旦接到球以后 他应该怎么处理 他面临三个出球路线 一回传中后卫或者门将 二传给边前卫 上部向上所说 边前卫应该是回撤接球的 应该正面面对你的 三传给后腰 这是边后卫的三个传球路线 当边后卫接球一刹那 他应该想好的就是说 我下一脚应该传到哪里 哪里有空档 他应该完全看好 而这是中后卫 或者往门将回传 是最不稳妥的一条路线 我们尽量不要采取 除非这两个人完全卡死 而这一带又没有什么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图往回传 然后传回来以后 中后卫或者门将 也只是一个大脚出去 这个对我们的整体推荐 没有任何帮助 所以尽量减少这条路线 而给后腰传球 如果我们的后腰 接应足够的话 我们尽量选择给后腰传球 因为后腰接到球 后腰是我们球队 拿球最好的球员 他们接到球可以转身 可以分球 可以回传给你 然后让你获得 跟他这个拿球空间 然后就是说 当你的边后卫觉得出球点 这两条出球路线都被对方卡死以后 这个时候你不用管这个位置 前场有没有回来接你 你都要选择这个球路线 这是我们强制的一个要求 因为这个线路如果你传不到的话 如果他跑不到的话 如果中场跑不到的话 中场的问题 但是你往这个方向传球 是最保险的一条路线 你传过来以后 如果我方拿不到 然后对方是从边路 从这么远离我们腹地发动进攻 我们有后腰和后卫进行保护 对方不能造成直接杀伤 而我们的边前卫 一旦拿到球以后 他可以很 边前卫是个人技术 和个人技巧 非常好的球员 他们可以选择传给后腰 或者直接处理 直接突破 或者传给前腰 他们的损失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的边后卫 原则就是 尽量减少 往这个方向传球 最好找到后腰脚下 如果各方都没有 技术路线的话 选择就是 传给的边前卫 尽量往这个边线去传 如果传丢了没关系 我方队员会回防 然后进行下一个防守 而中后卫的 而中后卫的防守策略相对简单 我们的中后卫都正面能力 防守能力很强 所以我方中后卫只要求 边后卫回来球以后 不要做任何犹豫 可以开大脚 我方的中后卫是 唯一有权力 唯一有特权 可以开大脚解围的 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如果是 如果是被对方前锋压制 然后你转不了身 可以随时传给门将 新的赛地应该门将是我 所以我的活动范围相对比较大一些 然后中后卫可以放心的 把球传给我 然后尽量不要往正门传 往侧后方传 然后我会在这个点接应你 这是我们后卫的一个整体的攻防的一个要求 好 好 感谢观看